巷弄里徘徊 装作若无其事 却不时四处张望 寻找下个目标 这时发现眼前女子长发披肩 面貌绞好 立刻转身沿路尾随 但更夸张的还在后头 看着目标慢慢靠近 躲进巷子里准备 等到对方一接近 就上前做出猥胁动作 女老师吓得赶快离开 十天之内连续两次遇到这个怪男 气得报警处理 警方终于在20号晚间带到他 他不确定他到底拍了几位女性 那他的说法是 他在现场拍了这些女性以后 就直接把他删掉 这个漏鸟怪男25岁 目前无业 体型壮硕 从士林住处骑机车 随机挑选犯案地点 做出不雅动作后 还用手机拍下对方惊恐表情 落网后攻称是因为喜欢漂亮女性 才会做出违法举动 因为我晚上都很晚回家 那如果抓到当然是最好 但是就赶快跑就对 我也不会想要刻意去刺激她 或是笑她或干嘛 事后根据警方调查 受害女性恐怕不止一两位 猥胁色狼终于落网 让当地女同情族松了一口气 记者周天杰 徐玉杰台北报道